字幕提供 大家好!今天来介绍 可以扩充Coreout显示外观的CSS片段 这个CSS片段的名称叫做Coreout Type Setting 可以透过它来让Coreout有不一样的样貌 比如说可以让字从右边开始 由右边向左边来显示 或者是可以显示成竖排 竖排也可以从左边到右边 或是从右边到左边 或者是Coreout的区块能够有固定的高度 它会根据你的内容 会自动就直接呈现出完整的高度 或者是可以让英文变成直列的显示 或者是转90度的显示 中文也一样可以做这个90度的 或者是可以让Coreout的区块向左边靠起 或者是向右边靠起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Coreout 都已经跑到右边来了 以上这些所有的变化 都是可以透过Coreout Type Setting的CSS 片段来达成 那完全不需要安装任何的外挂 那一下我就先来看一下怎么安装 而且要怎么去做设定 最后再做实际的范例的介绍 Coreout Type Setting的安装很简单 只要到Github网站上面 找到它的原始码以后 点击右边的按钮 倒数第三个 这个就是Copy Road Content 只要把它里面的内容给复制到系统剪贴布 再把系统剪贴布复制到一个文字档里面 把文字档储存到储存库跟目录里面的 Obsidian这个资料夹里面会有一个Snippets 然后把剪贴布里面储存出来的档案 就把它叫做Coreout Type Setting.CSS 这个档案只要放到Snippets资料夹里面 接着再回到Obsidian里面 找到外观 然后往下寻找这个CSS Snippets 再点击重新载入 往下找到这个样式档 也就是Coreout Type Setting 然后把它给启用起来 这样子就可以在笔记里面来使用 它提供的这一些新增加的CSS的类别了 透过这个类别 只要在标准的Coreout的语法的后面 用Pipe 用Pipe这个直杠符号 在后面再加上这一个CSS Snippets 提供的类别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组合出下面的这一些 不同的Coreout的样式了 以下我就实际的来看一下使用的范例 第一个范例是横排由左到右的一个写法 就是在Coreout的标准类型 后面多加一个Pipe 然后由左到右是用LTR Left to Right 它显示出来的结果 就是像我们右边在阅读模式下面看到的 通常一般看到的样子 Coreout标准的格式 其实就是像我们右边这个LTR这样子的格式 如果要从右边向左靠起的话 看一下内容 就是改成用RTL就可以了 Right to Left 这个通常应该是右边看到这个样子 这个也是 类似像阿拉伯文从右边开始的语言可以适用的 但是如果说你有需要 你也可以把它设定成是这个样子 来呈现一个Coreout不同的一个外观 然后后面是竖排 竖排有从左边到右边 它就是Vertical-LR 就是从左边到右边的 因此是从左边开始 我们看右边好了 看右边的这个阅读模式 第一句是在靠左的 这个就是LR 如果第一句要在最右边的话 就是用RL 这个就是RL 如果没有加这样的WIDE 它就是Coreout的区块会占满全部的空间 像上面这个没有加上WIDE 它就是内容是多少 它就呈现多少的区块大小 这个因为多加在一个WIDE 只要空一个 后面可以加第二个类别 所以这个就是Vertical-RL 从右边往左边的 所以第一句是在最右边的位置 然后加上满板 我们上面下面看 就会看到这个WIDE有什么差别 下面一个范例就是 区块希望它是完整的高度 这边把它给关闭起来 可以看到它这个高度是比较矮的 后面这个高度是比较高的 这个就是因为多加了这个Keep Height 它就会保留它原始的高度 这个高度是在设定里面直接设定 可以到Community Plug-in 第三方外挂里面去找Style Settings 找到Style Settings以后点击选项 可以在这边找到Coreouts for Type Settings 那它的设定就都在这个地方可以来做设定 预设的Vertical-Coreout Max Line Height 就是Coreout它的垂直的高度 原先预设是300px 我在这边把它改成了400px 这个就是会有一个完整高度 就是400px 会比较高 然后下面都还有一些空白 这个就是Keep Height 它会呈现一个样子 后面这个Vertical-LR 还有Uplight 是让英文字变成是垂直的方式来显示的 中文的部分也是一样 也是中文的这个显示的方法 第一句在最左边 因为是用LR 然后从左到右 如果用Sideways 它就会转90度 所以你看到英文就是都转了90度 然后中文也都是转了90度 这个是Vertical-LR加上Sideways 这个写法就是Vertical-LR 空一格Sideways 这样就可以了 后面这个是竖排 然后靠左 因此靠左就是用L-Align 可以看一下内容 Vertical-RL 用R-R-Write 是这一个 3.10 这一个 它会往整个往右边靠了 然后把它缩起来 缩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展开 就会往右边靠 然后甚至更长的内容 看一下这一个 这手新式是比较长的 因此它会出现这个卷轴 因为是靠右边 所以他第一句是在最右边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可以使用的这几个 透过Core-out Type-Setting CSS片段 来让callout有了一个不同的外观 这个可能在我们在做一些比较需要美观 想要在很多文字里面有一个比较显著显示的内容的时候 就可以使用这样的方法来做操作 这个可能对需要竖牌的状况可以比较方便一点 这个就是我今天介绍的很简单的callout type setting 能够让你的文件的外观带来不一样的一个风格 今天就介绍这个简单的CSS片段到这边 希望各位多多分享、订阅、按赞 谢谢各位